一个真实的案例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三个DIV 第一个DIV呢 是我们有一个ID 那么我们首先通过一个ID选择器 给它复一个颜色 那然后呢 我们通过ID选择器 加上一个class选择器 来给它复一个蓝色 那么我们很容易计算 ID选择器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 比如说是加100 那么ID选择器 加一个类选择器的话 就是100加10 就是110 那这个地方呢 很明显 这个蓝色是优先级会高一些的 那第一个元素呢 应该是蓝色 第二个呢 我们基于同样的理由 点test2 这是一个类选择器 它的权柱呢 是10 那第二个呢 有一个类选择器 然后加上一个DIV DIV是元素选择器 它的权重是1 那就是第一个是10 第二个呢 是11 所以它的颜色 也应该是蓝色 第三个呢 是我们有一个ID 给它附一个红色 接下来我们有11个类选择器 那它的值是多少呢 那要注意我们讲的ID选择器 它的值是100 对吧 那100的话 这个是指百位是1 10位和个位是0 注意计算权重的时候 数字是不尽位的 那么我们计算这个 11个类选择器的时候 就表示它的10位是11 百位是0 那既然百位是0 它还是比ID要小 这个地方呢 就不能按照100和110去比了 注意是不尽位的 那也就是说 这11个类选择器呢 它的权重应该是没有ID高的 那第三个应该是红色 那我们验证一下 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蓝色 第二个呢 也是蓝色 第三个呢 是红色 跟我们预想的结论 完全一致 好 前面讲的是 我们选择器本身的权重 那么除了在计算 它们本身的权重之外 还有一些需要注意 就是影响一些样式生效 或者也算到优先级里面 还有一些规则 首先一个呢 是important 这样一个写法 当我们有一个属性值 写上了important之后 那么它就是属于最重要的 不管谁都没有办法覆盖它 也就是说 不管我前面讲的 你是用了什么选择器 不管你出现在哪里 不管你是谁写的 只要你有important 那么它就是 优先级最高的 还有一种例外 就是利用另一个important 去覆盖 否则其他情况 都是没有办法覆盖的 这是唯一可以覆盖 important的情况 那第二种呢 就是内年的那些样式 优先级是很高的 相比你写到样式中 比如说我写到一个.css文件 或者是写到style 这样一个标签里面去 这两种样式的写法来说呢 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我直接写到元素的属性上面 style等于什么什么 那元素的属性的话 优先级 它会比你写到外部样式表 或者写到style标签里面 的优先级要高 那第三个呢 就是如果权重都是一样的 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是后写的生效 也就是靠后面的样式会生效 优先级会更高一些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放了三个元素 这三个元素呢 同样的我们也是给它设颜色 然后我们来看 它最后是什么颜色 首先呢 我们给test1 设了一个color red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 点test1 设了一个blue 那这个是验证什么呢 同样的权重的情况下 后写的生效 也就是第一个元素呢 它应该是蓝色的 第二个呢 当我们写了一个.test2 这里也写了一个.test2 它们权重是一样的 理论上呢 按照我们刚刚的说法 应该是后写的生效 但是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important的标记 那也就意味着 这一个是最重要的 它的权重是最高的 它不无法被覆盖 除非你再用一个important的 那也就是说 第二个元素呢 应该是红色 第三个元素呢 我们有一个id选择器 给的它一个颜色是红色 按我们之前的说法 id选择器的权重 应该是属于最高的了 除了important之外 那么id选择器的权重这么高 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它的style属性 刚刚讲过 写到style属性上面的 这个样式呢 权重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它会比id选择器 还要高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看到的颜色 是蓝色 那就第一个是蓝色 第二个是红色 第三个是蓝色 我们可以看一下 跟我们的预期完全一样 第一个呢 是蓝色 第二个呢 是红色 那红色是因为important的 第三个呢 是蓝色 蓝色是因为 直接写到了元素的style 属性上面 好 这是我们要讲的 选择器的权重的问题 这块呢 是被考察了比较多的 关于选择器的分类 以及各个选择器的权重 以及权重 是怎么样进行计算的 大家一定要再去多了解一下 这个呢 是很有可能被问到的问题 尤其是权重的计算 这块的文章也比较多 但各有各的理解方法 最重要的是呢 是要理解计算这个数字的时候 是不会敬畏的